台中赖姓高中生死亡案 五亿遺产到底判给谁 下姓配偶被依未造文书罪起诉 台中地院召开民事调解亭 不过下南没现身 派律师代打 整场短短十分钟就结束 调解破裂 赖妈妈在侦查终结后 首次露面 她再次强调相信儿子 更狠批下姓配偶 伤天害理不敢现身 目前的情况 对我们是神圣乐观 就我们家人的立场 当然还是会非常的希望说 她可以出来面对这个事实 赖姓高中生拥有五亿房地产 登记结婚后两小时身亡 下姓配偶与父亲杀人罪均不起诉 目前赖母律师要地状申请在意 至于两人婚姻算不算数 检方调查 赖姓高中生与下姓配偶生前无互动 也没有感情基础 数位见识通联记录与行车记录器分析 都没有能证明两人有感情的证据 如果被认定是假结婚的情况底下的话 没有配偶身份的情况底下 当然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婚姻有没有效 有待法官最终认定 而这关系者赖姓高中生 遗产归属 五亿保卫战正式开打 记者黄厂赴网上 SNG小组台中 采访报导